好 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 當然其實這個問題 再請湯老師幫我們做補充 剛剛湯老師還有一些論述 沒有繼續說完 但是我們來看到 美國的第7艦隊有公佈這個巡防艦 史卓頓號 曾經在20號的時候穿越台灣海峽 好 當然這個時機點非常非常的敏感 因為布林肯才剛剛結束 北京訪問之後的第二天 好 這個巡防艦就來了 當然美方稱稱 這個是例行通過台灣海峽 不過我們來看到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史卓頓號22號凌晨才離開 好 被大家發現了 那麼山東號編隊 曾經在21號的時候穿越台海 所以換句話說 兩方曾經在台海交錯而過 中國的海警局已經警告了 這個史卓頓號的砲艦 通過台海 並且呢 你這個直接公開炒作 好 中國的海警艦艇是全程跟尖的 另外呢 這個帥化名帥將軍有特別提到 他說 美國是為了降低衝突挑釁的味道 才會改用海警船 但是他有提到啊 那麼你來到台海幹嘛呢 難道這個台澎金馬是你美國的領土嗎 我想繼續請湯老師來幫我們做補充 剛剛那個有一點點我想再做個結尾啊 意思就是說拜登跟這個習近平到底會不會見面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且戰且走啊 步步為營 到時候看啊 你說現在要見面啊 我覺得這個氛圍好像還沒有 完全能夠達到那個那個氛圍 那未來那看看美方有一些什麼樣的啊 這種比較友善的動作 那就咱們再看 我想用這種方法來回答比較好 因為那個G20還有一個就是那個APEC 也都還有一兩個月嘛 APEC還更更晚嘛 那所以說現在要講的話 可能我覺得還沒辦法 沒辦法那麼肯定啊 那至於說美方的這個 所謂的它的這個海警船啊 我覺得它也是蠻有意思的 它有種它就用驅逐艦嘛 有種就用就用其他的啊 更更大的啊 這種船船舰來來來示威嘛 那當然你說這個看在中方的眼裡 它當然是必須要有所動作 而且在這個之前不是 美國還帶了這個加拿大的 兩條一個一條船啊 然後就又又跑到這邊來示威了 那一示威呢 那中共呢就搞了一條驅逐艦啊 去來個鬼切啊 我還第一次聽到 學到這個名稱啊 叫做鬼切 意思就是我從你的兩條船 中間就把你切過去 萬一有一些什麼閃失的話 可能就會可能就會插撞 意思就是說我就是給你警告 因為你是來挑釁的 我就是要給你警告 讓你知難而退 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邊啊 不像是在你家的後花園啊 這是我家的後花園啊 那到時候你要這樣搞的話 那咱們就試試看 而從這裡面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就可以判斷出來啊 上次那個氣球啊 北方北京一直說這個是意外事件 其實我覺得這個未必 說不定這個就是故意的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看他們 他們也是要留一手 那你說你真的你北京開個船 開到古巴去啊 開到這個加勒比海去 這個就有一點 他可能力有未代啊 意思就是說我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這個這個本錢啊 萬一真的出了什麼事的話 因為老美一直都還活在 古巴危機的陰影當中 因為古巴那邊有些什麼風吹 逃動老美是非常緊張的啊 那雖然說他那邊有 譬如說這個中共在那邊要設立 什麼監聽戰那個倒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老美他可以用各種干擾 各種方式啊 來把你這個監聽戰啊 讓你沒辦法發揮效果啊 那所以說他也覺得這個 好像你也並沒有那麼嚴重啊 那可是若說你真的開一條船過去 或是開一個艦隊過去 那就不一樣了啊 那這個情況就 我覺得就會比較嚴重了 那可是現在反過來看 美國的這個動作 那他又是不是軍艦啊 那又是這個相當大的一條 這個巡防艦啊 不是海岸巡防隊的這個 巡防艦 那這個東西我是覺得說 他也稍微的留了一手啊 那可是中方我想 他絕對啊 還是要來表達他的這個立場啊 意思就是說 這裡你還得給我注意一點啊 你不要用這種方式 好像啊 你降了一個級了 你這個不是軍艦 你從軍艦變成海防了 海巡了 那這樣子的話就沒事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還是沒辦法過關的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 那這個我想 還是會持續的啊 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這種類似的 這種行動 就是說你來挑釁 我來自止啊 就這種這個 雙方的這種動作呢 還會進行一段時間 好亮哥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樣看這起事件呢 雖然美國方面說 他們是例行通過 但是中國海警局說的很好啊 你怎麼還會公開炒作呢 我因為他就是不要試作嘛 對 因為事實上他 他5月26號那個 那個RCE35偵察機被拒止嘛 抵禁偵察去年一千五百次 所以坦白說啦 南海的抵禁偵察就會停止嘛 那台海通過這個是 蔡雲昊是驅逐艦被擋下來了嘛 那美國軍方那個時候就說他們不會停止嘛 我記得那個羅森伯格剛好來台灣 他也是這樣講 所以他就說我們還是要那個巡經台灣海峽 可是他就降了規格啊 這個就是海岸防衛隊的船嘛 因為這次到美國日本跟菲律賓的演習 有海岸防衛隊 所以他就派他過來繞一繞 這個味道啦 表示說我們軍方還是幹 可是降了規格啊 降了規格 那中國大陸還是全程盯他啦 就是這樣啊 我認為 坦白說啦 這個還是會連結到 到底是拜登需要中國 還是中國需要你美國啦 比如說拜登突然講那話 因為他選舉情勢確實不好 那共和黨覺得布林肯去跪 去跪中國嘛 那 所以他就要表示說我要四強 其實我沒有那麼怕他啊 那可是你這個就把布林肯的忍住負重 整個盤都給弄掉了 就王毅跟蘇利文的然後連續到布林肯 坦白講布林肯是蠻忍住負重的 因為最後那個場合一看就是被驯化嘛 所以你這個一下弄成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會產生一種現象啦 就是本來大家預期比較不敏感的那個氣候大使 那個John Kerry會先去訪問中國大陸 如果連這個也被研喔 那就表示出事了啦 你更不要講後面有沒有葉倫啊 有沒有商務部長Ramando啦 或者說那個房長什麼高層的對話機制要恢復啦 我任何人格大概都不用談了 因為謝鋒講得蠻直接的 謝鋒他就說你問題從哪裡來你要從哪邊解啊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你拜登要說什麼啦 就這個意思嘛 就你拜登既然說了這話 那你要表態一下 你說你口誤那大家就算了 你都不講話啊 我覺得拜登這個時候恐怕也做不出姿態 因為他的民調是落後的 而且 目前這個態勢是共和黨就是往死裡打啦 因為在野黨要反中 比民主黨要容易太多了啦 你民主黨要反中 你要顧慮到你的執政的後果嘛 那共和黨根本就不管你啊 所以共和黨很多事情都無限上綱啊 那可是現在選舉啊就民粹化啊 你怎麼辦啊 事實上共和黨還弄了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案子啊 就是8月23號 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到期啊 那要不要自動讓它延續5年啊 共和黨反對啊 那拜登要不要行使否決權 這個非常嚴重啊 因為中國跟美國的從這個中美科技合作協定 衍生出來的雙方的合作協定啊 我講的是科學啦 技術方面的超過50個 這個是1979年訂的 雙方 就鄧小平去美國的時候簽啦 共和黨連這個都要挑戰耶 你就知道現在美國的氛圍是怎樣的氛圍 所以我覺得拜登就是有一點 選舉也要顧啦 那可是這明顯違反美國的國家利益啦 美國現在就是真的需要中國幫忙他嘛 就是我們說葉倫要去 因為他現在美債即將要先發行2000億嘛 那至少要有30%海外要購買啊 那30%就是600億耶 那請問誰會買啊 中國如果不買你賣得動嗎 這個很現實的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 我坦白說啦 就拜登是一個相當無能的領導人啊 才會把自己搞成這個處境 就你明明就需要人家嘛 你為什麼把自己搞成這個處境 比如說貿易戰 關稅戰 他是反對的 那個2020年競選他就是從頭到尾都反對啊 結果你上任兩年了你都沒有修正啊 他把自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 坦白講這個問題也很難解啦 就是因為拜登就是這樣的人嘛 布林肯大概昏倒在地了 我搞了半天忍住負重回來 你一下給我搞出這個啊 那國務卿也不好去反駁總統啊怎麼辦呢 就變成這樣了 好 當然其實在這個台海的部分哦 中美雙方有短暫的交錯而過 南海 我們來看到這個問題來請教一下介大師哦 6月14號其實中國海軍有出動至少的5艘軍艦 對其進行強勢圍觀哦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美軍的航母雷根號 原本是在菲律賓海 但是呢後來一路北上到了中國的南海 所以現在中國有說很顯然你就是來者不善嘛 好 央視播出了這段畫面 轟6K行動掛載多枚的英級12超音速反艦導彈 掠海驅趕外傳 網易新聞的報導指出 中國的社群有盛傳 美軍雷根號在南海航行的時候 遭到解放軍轟6K轟炸機的驅離 好 甚至還被火控雷達鎖定 好 另外呢這個轟6K貼海飛行 直到距離雷根號30公里的空域 甚至開啟了火控雷達來鎖定雷根號 對 照大陸它的整個的這個釋放出來消息 它中間特別強調一點 這次轟6K它執行一個特別任務 就是貼近水面來航行 這個是一個很 這個是一個就是說很新的一個戰法 一個戰術 所以後面那些是引申出來 就是說火控雷達趨近於這個 美國的這個這個雷根號航母戰鬥群 是有可能的 這是一個符合邏輯的 那中國大陸特別提 就是這個沿著水面 因為因為這種戰略轟炸機 它事實上在高空 就可以直接在高空發射戰略性的這個導彈 就可以直接擊中目標 可是它這次用一種這種這種這種戰法 我是覺得倒是蠻蠻蠻少見的 那麼戰略轟炸機 相當龐大的戰略轟炸機 然後呢貼著水面 然後去去貼著貼近水面去飛 我看他們還實際訪問的那個飛行員 飛行員認為這是一個一個 一個難度的難度挺高的一個動作 也很高興他們達成任務了啦 那不過就就現在的整體態勢來講 這一次雷根號啊 跟這個這個尼米茲號 在形成雙簧 然後那個尼米茲號就完成了 它那個階段這個巡航的任務 離開了 離開了就雷根號 那不過這次雷根號在這個 不管是東海和南海啊 我想是有史以來遭遇到中國大陸最多 這個驅離攔阻動作的 那不只是這個遼寧號 三東號 現在這個整個編隊 往這個南海走 接近這個雷根號 另外一方面啊 這一次轟6K也加入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不斷地在加強 對於啊 逼在中國 比較接近中國的水域 比如說東海南海啊 還有巴士海峽以西 台灣海峽以這個 以東的水面 這些美方的艦艇啊 那麼採取這種好 抵近來怎麼樣 強勢為觀也好 或者說是一種啊 究竟怎麼樣 展現圍堵市圍堵的力量 甚至有進一步的驅離動作 像這次說三十里的空力 開啟火控雷達 鎖定雷達 這一類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這類的行為就是對美國進行強制的壓制 跟威懾 甚至是驅離的行動 這些已經變成一種 我認為當然 當然他是這一年來的新的變化 那是不是會變成一種常態呢 我認為可能性蠻高的 也就是美國 中國大陸今天就是說 讓美國的這些啊 不管是主要是海軍艦艇啊 那麼進入到 東海 南海 跟中國的臨近水域的時候 中國大陸不會做事不管 那麼採取的這種啊 一種啊 威懾 一種甚至驅離行動 它的強度 它的廣度 都會比以前增加 詞曲4ef 李宗盛 詞曲4個